紅色音同在位小姐 然後會陪你喔 然後會陪你喔 舞長海伊碧 都可以嗎 聲音都可以 Test一下嘛 可以嗎 欸 聲音可以嗎 大家 聲音OK囉 OK囉 今天心情怎麼樣? 今天心情就是很很很 有一點緊張 因為應該大家都跟我一樣很期待 所以 但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是我人生 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很感謝大家一起參與 然後謝謝大家來 開心 其實剛才那個牌頭很大的氣勢 只是剛才那個轉身的時候 是有點尷尬 對 真的是尷尬還沒有治療好 所以在轉身的時候 因為那個 轉 就是轉出自己的房間 那個 速度還是 可能我心跳太快 所以就會一直覺得那個 轉的馬達的速度很慢 所以就覺得有點尷尬 不好意思 會 就是今天很開心是跟 所有等待已久 還有期待 呃 田復甄的第五張專輯 還有第二次的巡演 所有朋友 呃 跟大家宣布 我們現在要開始 進入籌備狀態 所以 這是 目前 跟和樂合作 然後我們 最開心 跟最興奮 最想要好好做好的 兩件事情 新東家合作 新東家合作的部分 其實 呃如果總歸一句的話 真的就是 感覺對了 因為我就是 還蠻注重感覺的 所以剛剛 焦哥問說 那感覺裡面包含了什麼 感覺 當然就是新鮮感 因為我們都是 呃越來越好 跟和樂都是一個 一個新的 呃算是新的公司 然後和樂也是一個 新的音樂品牌公司 我覺得大家都會有一些 呃不一樣的展望 不一樣的想法 可是又不謀而合 就是在做音樂的時候 態度跟 呃目標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呃 期待這個新鮮感 然後也還蠻有默契的 然後再加上新鮮感之餘 其實就是安全感 因為我就是 一直待在舒適圈 很習慣的 然後也喜歡 待在自己的房間 所以這一次 走出外面的世界 然後跟 新的夥伴 想要擦出新的火花 有不同的化學反應 當然還是需要安全感 所以在這邊也有以前 工作上很熟悉 我的同事一起 所以那種安全感 讓我們 好 之前的合約就是在去年就結束 嗯 就是結束之後 又不是朋友 因為他有說起那個 又處理的部分 就是 呃對 SH的部分其實 一直都還在進行當中 嗯 對 會合體 我們會合體 只是 合體的形式 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我們三個人要合體 聚在一起 不是很憤怨的事情 因為 感情在 其實想要聚在一起 有心就可以聚在一起 對 18 18 是想看 你唱歌不適合他們 敬保青神 蛤 X我比較想要幫 敬保青神 嗯 唱歌也可以啊 對 我們三個人合體 然後 在 在Ella家客廳上 你搞什麼 生日會 然後看到他的 美太人家 就是別唱歌 他的生日 四月已經過了 對 所以 我覺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期待 我還是 覺得 911 三個人的合體 充滿展望 哈哈 之前 離島這首歌啊 被大家網友 冠上了 之前 離島這首歌 有沒有大家網友說台獨啊 自己會覺得有點無故啊 哦 這個 這個真的還蠻奇妙的 因為 其實離島這首歌 這個事件 這個誤會其實 好像是 八九年前 很久很久以前 就解 解釋過這個誤會 然後覺得 怎麼那麼奇妙 在這個時候 又再次的 被大家這樣 說 然後覺得很奇妙 但其實 我覺得沒有這件什麼 下不下架還是什麼 因為 基本上先解釋 離島這首歌 已經很久很久以前 就解釋過 離島這首歌 就是創作者 在敘述 一種 對於人際關係 疏離的那種 情感抒發 所以完全是在講 個性的 這個 敘述 歌詞是在敘述個性 然後 有關於下架 因為基本上 我知道的是 這首歌的版權 是在 網易雲獨家 所以 自然不會出現在 其他的數位平台 所以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大家 還是可以聽到離島 可以去 網易雲聽 歡迎收聽 那有什麼新的 那你會來的 新的表演 我覺得也是看感覺 我就是 什麼事情都靠感覺 所以 收歌其實已經收到 一個 一部分 然後 未來還需要一些 不一樣的元素 或是還覺得 可以有什麼 新東西 我覺得就看 邊收邊看那個感覺 邊做邊看 所以 所有好的事情 我都會推薦 但是 自己覺得好的事情 不見得適合 每一個人的狀態 所以我還是會告訴他們 我覺得 我的感受 然後我覺得 好的地方 感覺是從哪裡來的 剛剛就開玩笑 一個 已經過了兩個禮拜時間的梗 就是 那個媽怎麼說的 其實以前還沒有開公司的時候 也沒有比較不忙碌 就是還是要自己思考很多事情 打理很多事情 或者是 很多作品 其實都是我去思考 我要怎麼規劃 然後我有什麼目標 想要去達成的 然後自己開公司跟以前 其實不會差太多 我反而自己開公司 前半年 我自己讓自己 步調放慢了一些 然後 可以待在自己的房間 然後稍微靜心下來 想想自己 要的是什麼 不要的是什麼 要如何讓自己 越來越好 覺得還不錯 可以自己去調整一下 那個步調 然後現在 調整的差不多了 然後跟大家分享 現在下一個步驟 就是 加入和樂音樂 然後 就覺得很開心 蛤? 現在收割的部分 最有感覺的部分 最有感覺的部分 透露 感覺 會很好聽 這樣可以嗎 謝謝 謝謝 看老闆娘之後 會不會跳完幾秒 是不是不用那麼早 沒有欸 這個工作其實 該早起還是要早起 像我今天 八九點就起床 就覺得 蠻早起的 其實 就是 雖然大家都會覺得 是老闆娘 老闆娘 其實我覺得我就是 還是一個歌手 然後我還是專注在 吸收很多東西 然後希望 自己在吸收東西的過程當中 找到屬於自己 想要表達的情感 然後還是希望可以做好 歌手這個角色 就是 老闆娘只是大家寫那個 title 所以還是有責任心 不會想趁機拖來的 我基本上還是蠻有責任心 跟職業道德的 因為歌迷都陰陰其拍 然後 覺得 他們對我的期待 我完全不會想要讓他們失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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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